12月10日,台媒报道了一件人难以置信的新闻,台湾女艺人刘乐妍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自发获得陪睡邀约,引起网友热议。 刘乐妍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则动态,表示自己收到了一则骚扰短信,信中非常明确地询问了她是否单身,是否缺钱等次人的问题。 她还不断询问,刘乐妍愿不愿意接受固定包养,价格高待一晚上3万台币6900元人民币,固定包养的话,是每月8至10万台币,约和人民币18000到23000左右,能够接受同居的话可再翻一倍。 而刘乐妍的助理回应此人,要互相尊重。 没想到对方喊出,就是因为喜欢刘乐妍所以才找过来的,还询问刘乐妍是否单身,希望双方能发展不正当关系。 刘乐妍能够大方地把这件事情摆在明面上讲,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 希望因为她的勇敢,能让娱乐圈内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少吧。